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7月21日 哎呀,這個李局司,即是一條龍啊 局長升到司長,現在處任了特首 附要直上情報清雲,即是似乎 這些在國安法百保袋拿些工具出來的時候 似乎有座升職 這樣的時候,毛乖父,阿餅強最近 的確曝光率大增 之前沉積了一段時間,現在就不是了 差不多每隔幾天,你就見到他發新聞稿 很明顯,就是領功,這些是邀功 這裡他是這樣說的,他就說 不少昔日的港獨勢力,領頭羊 即Skiggold,敗走香港 是,哼,你不懂英文,說一下 我也不知道,什麼呀?有沒有人知道 我隨便翻譯,有沒有人有那個翻譯呢? 你說我聽,領頭羊的翻譯是什麼 好了,不說他先,現在他就代了這個 李局司的位,變了保安局局長 他就說香港國安法實施以來 哇,真的喔,好像是變了民職,民奏奏了 至今有83人,涉嫌干犯 這個國安法,其實其他的那些呢 即是檢控那些,也有130人 但其實,如果你計算其他的 私家人身限制各樣呢 有些人出不了警啊,有些就還押 有些又再籌,都是其他的罪名 意思就是,香港原先已經坐得你入的那些呢 他又用那些 而坐不到入的那些呢,就使用到這個國安法 而今天說的,當然不是檢控了那些 因為他形容很多港獨的領頭羊 那其實是說那些領頭羊啊 就敗走香港,敗走嘛 意思已經是離開了,沒有乖乎 林鄭月娥之前說什麼呢 他就說離開的人都是逃犯 後來呢,他就說傳媒誤解他的意思 他意思是指,你有罪那些呢 然後出逃那些才是 即是原來他的中文那麼差的 即是如果以中文基本的語句邏輯來講呢 他不是這樣的意思喔 還是錯一錯你? Anyway,既然他澄清了 我們就使用他澄清的版本啦 那然後那句呢 最重要,他都要寫這句出來 不是怎樣離勇工呢 香港秩序得以恢復,依法認同 那跟著啊,就什麼紀律部隊上下一心 準備就緒,之類的那些 那我發現了一件事的 就是目前來講呢,你發現也挺好的 就是他們會寫清楚所有的公職 因為啊,每一件事 你不寫清楚的時候呢 即是就沒有按本子辦事 按張工作呢 你是要做完那樣東西 抹下,再扣過這個大眾傳播媒介 那傳達出去 即是代表自己做了事的意思 那個玩法就是這樣的 所以,是沒有權保持加密 即不是,你都有權的 但你不會這樣的嘛 因為如果你時時保持加密 隨時啊,屁股都還沒坐暖 在那早上就被人抄了 這些就叫術職 那你術職的時候啊 你就說自己做過什麼 發到什麼效果 有什麼建築 這樣才可以拿到幾個紙巾勳章的嘛 就是這樣的 就不要想其他東西了 所以不排除啊,你其他那些 那些蔡大人啊 兩個歐大人啊 兩個歐大人啊 以及一個鄧大人啊 即是他們擔司會審啊 包心赤土 那都要述職 就說一下自己多麼辛勞 那辛勞的時候呢 就達到什麼效果 不出奇的 即是根據阿餅的說法 他們很明顯啊 日夜操勞 那既然這麼操勞了 當然呢 就要拿些慰問品的啦 達到慰安之用 那你那些慰問品呢 即是那些鮑魚 那你達到慰安的用途 那個人呢 就充滿著士氣的咯 於是才可以帶領團隊的嘛 那同時間呢 充滿士氣 帶領團隊 才可以鎮守邊防 那就是保護國家穩定咯 維護國家統一 保障一國兩制 即是故事呢 是要這麼說的嘛 那現在 只得阿餅出來述職 那我希望另外那三個大人 就要懂得跟啦 要懂得學 尤其是姓鄧的啦 大佬 同姓三分親嘛 那你都要跟鄧大人學一下 才行的嘛 你不述職 不講講自己做過什麼的時候 隨時被人改個花名叫鄧東菇 大佬 所以啊 海關那個就要懂得做啦 Anyway 這裡 又講講這個林鄭月娥 他講什麼 這宗新聞啊 這宗新聞啊 出現過在我眼前呢 兩次了 之前啊 已經沉底了 就不知為什麼 突然間又浮回上面 證明啊 他那個資訊傳播鏈呢 一份稿 一份稿 之前就是前面 某一個媒體 推播 那目前呢 這個是 是Infocast推播的 是屬於金融界的那些東西 就很明顯啊 他怕金融界聽不到 就多發一份稿給金融界啦 所以才突然之間 啊 出多劑呢 而多有趣的地方呢 啊 就是下面那個hashtag 就是呢 那些keyword啊 有助這個seo 去幫你那篇文章呢 就刊登出來的 那裡面的hashtag就寫著什麼呢 啊 寫著移民兩個字啊 沒錯啦 他們講到移民 這件事 林鄭月娥的說法就是 香港的前景非常好 這個合乎董建華的說法 他就說 移民屬市民的個人意願 那他就不像董建華那樣 就抹黑那些市民 就說他們呢 是短時 就是林鄭月娥就說了 這種 只不過是個人意願 他就沒有說是短時還是長時了 是中性的 那至少他定性了這件事是中性的啊 你移民也可以 你不移民也可以 那為什麼呢 因為可能有些移民的呢 是他的friend 甚至乎啊 會探一下他那兩個AR仔 喂大哥 你說到喊打喊殺那樣 那人家怎麼移民呢 那你的friend怎麼搞呢 這件事是這樣的樣子 甚至乎啊 雖然我不知道啦 姐姐葉劉淑儀啊 她的女兒也是英籍的 萬一啊 你搞到人家好像逃犯那樣的時候 那就是你那些子女各樣 嘩 真是 那就是 說著 林鄭月娥出席 人證會議前 就有人訪問 有人說 很多人移民了 你有什麼說的呢 其實大為不必 我覺得這個記者呢 不知道哪裏彈出來的 你這樣採訪啊 是不是有心柴台 那這件事 可圈可點啊 如果他不訪問 理論上是沒有這些這樣的新聞的嘛 現在每一單新聞呢 你都要想一下 思考一下 以免被這個假消息所蒙蔽 亦所以 突然間彈這些東西出來 你想怎樣 你那個記者 嗯?有什麼目的? Anyway 我們看看林鄭月娥說什麼 她就表示 香港歷史上 每隔一段時間 就會出現一個移民趨勢 言下之意 其實呢 有篇文就說 當年 BNO她也有份爭取 不過不要緊 先說回這件事 為什麼她這樣說呢 她又想將這件事 變成歷史的一段小插曲 甚至乎 是小風波 甚至乎 是小豆釘 那你說是不是一件好事呢? 我覺得不錯的 就是 依法認同 都是好事 這些趨勢 經常有的啦 就說涉及很多的個人考慮的 那當然啦 在香港讀國際學校 十幾萬一年來 咦 去到那邊 限到限了 那把學費 已經是國際學校 就是很多那些 其實很喜歡讀國際學校的嘛 那她說到 特區政府是不會對此 有特定的看法 聽著先啦 就是沒有特定看法 有特定做法 大佬 很多人說拿不回強積金 怎麼辦 她都想著一輩子走的了 你幹嘛不給強積金來 不過她有說話 就對那些移民人士說 哦 就是特區政府就沒有看法 不過她自己有個人看法 她就說 香港前景非常好啊 香港在中央支持下 是有無限的機遇 如果你說香港機遇的話呢 曾經有一窩喔 就說1950年代 那時候真的非常之有機遇的 很多的紡織廠 移私香港 那些上海那頭的人 就拿著自己的家當 走過來香港建廠 所以香港當時 就多了很多人口 多了很多資本 是因為這樣 然後才發到豬頭炳 成功第一次轉型 成為輕工業中心 這段估計 就說1950年代開始的發展 當時 香港真的有無限機遇的 十三十年河東 三十年河西 嘩 河東私下啊 那同時間 有一句說話 都頗值得參詳 她又說到 對香港有歸屬感 咦有啊 有很多 那些很L喜歡香港的那些人 願在香港打拼的人 哦 他們很L喜歡香港 那就應該 很L喜歡打拼了 對 她就說現在是最好的時刻 那就是對他們說的 這是最好的時候 我又記得雙城記裡面 有一句同樣的說話 當時 嘩 這句說話 就是登勤迪根斯 有意識說出來的 他又不知道是不是抄人家 雙城記 雙城記 兩個城 嘩 是不是一國兩制啊 那加拿大那邊呢 就已經 如果你搞那些學籤 相信 你在地 就是讀一兩年書 十幾萬 應該都夠的了 亡羊寶路 未維瑪雅 今天說的故事呢 就是 說以前 有個龍莊 那他的圍欄就爛了 於是乎 那些動物仔 才有機會走出去 後來 那個龍夫發現了這個洞洞 那又怎樣呢 補回去 找紅毛泥 石屎 跳都跳不過 那補救了整件事 補漏十圍 這些呢 就叫做 亡羊寶路 未維瑪雅 就是這樣 好 今天說到這裏 好